崔雪莉2015年宣布退出FX组合后又在综艺中提及当时的心情而成为焦点 而作为西日队长,从前发文回应,并祝福则让不少人再度想起这只堪称经典的少女组合 然而在时隔三年之后,雪莉首次在真人秀中谈到自己当初退出组合的原因 正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演绎生涯,虽然是同心身份,但身边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当做小孩看 虽然当时作为对象的宋茜对雪莉十分照顾,但还是感觉压力很大,看不到未来 好像自己一个人留在世界上一样,在雪莉首台退团后不久,宋茜也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走的路和必须要走的路,不要停下脚步,走好,无悔 I am fine 这条内容也被网友认为是回应雪莉在真人秀中谈到的退团事件 看到宋茜发完,网友们纷纷表示心疼宋茜,因为雪莉的退出 她作为队长一度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在雪莉退团以后 四人组的在打歌节目中,获得第一的好成绩 现场宋茜和队友抱在一起哭,在组合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顶住压力取得这样的成绩 哭出来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释放吧 毕竟作为队长,宋茜对这个组合一直都尽职尽责 对组合的每一位成员都照顾有加 再加上身在一国他乡 对付的责任和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幸运的是,宋茜近几年在国内的发展都还不错 虽然演技一度受到质疑,但凭借姐耳搬回一城,逐渐得到认可 舞蹈方面宋茜和陈伟萍一起以招集人的身份,参加了热血街舞团的录制 作为四人中唯一的女男子宋茜依旧凭借自己的实力收获一众好评 而且,宋茜回国后在兼顾组合活动的同时 也坚持自己做音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最爱的舞台 想比较宋茜的稳扎稳达 雪莉则在单飞后,呈现出变幻莫测的路线 她一直都是走可爱清纯的路线 在组合中的单单,也是像小公主一样的甜美少女 再慢慢的,雪莉开始放弃清纯甜美风 变得越来越成熟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风格转变也是正常 自从风格转变,放飞自我以后 雪莉上传的破尺度照片越来越多 迷离的灯光,性感的装扮 原来那个甜美系可爱少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揭拍的作品也十分大胆 和金秀贤合作的电影Rio的破尺度变化 一度让她备受争议 但雪莉的颜值和演技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不用提升了敬业态度 也收获一众好评 除了作品变化 雪莉的恋爱也很大尺度 她和随此这对相巧14岁的大叔与萝莉的爱情故事 本以为会像鬼怪夫妇那样画风清新 没想到却是让大家难以接受的重口味 不过这对大叔与萝莉的爱情 在去年三月就已经走到尽头了 虽然现在雪莉退出FX已经有三年了 但对 宋钱和雪莉来说 他们都曾有过一起努力的时光 除了FX 也有很多组合成员在认为 自己不适合继续待在团队发展时选择单飞 所以小编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历 对FX来说都算是一种成长吧 也希望他们以后都能越来越好